大家好,欢迎到Sys Mandarin来 今天我们会学名言加句 名言就是有名的话 加句就是非常好的句子 今天我们要学的名言加句是钱忠书说的 钱忠书,他就是钱忠书 钱忠书是一位有名的作家 好,那今天我们会说一下 钱忠书说的这段名言加句是什么意思 然后我们会复习生词 接着我们会做一个生词练习 最后我们会练习发音 好,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 婚姻 好,婚姻是一个名词 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婚姻 好,婚姻我们刚才说了是一个名词 结婚 或者第二声结婚 结婚或者结婚都可以 好,这个结婚是一个动词 好,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他们结婚了 他们的婚姻很美满 他们结婚了 他们的婚姻很美满 好,我们在说婚姻 很好的时候 我们会用美满这个词 美满的婚姻 他们的婚姻很美满 婚姻是一座围城 好,那一座围城 这个城就是城市 是一座被围着的城市 好,我们可以说 一座城市 或者一个城市 好,那这个围城 前中书 他写过一本小说 这本小说的名字 就叫围城 围城 好,婚姻是一座围城 就是婚姻像一座围城 城外的人想进去 城里的人想出来 城外的人想进去 城里的人想出来 好,那城外 就是在这个围城的外面的人 想进去 进去 进到这个围城里 就是走进婚姻 结婚 城里的人想出来 就是在围城里的人 想出来 想出来 想从婚姻走出来 好,那这个就是 前中书说的这段话 我们再来读一遍 婚姻是一座围城 城外的人想进去 城里的人想出来 好 好,那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结婚是一个动词 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说 结婚的日子 或者结婚的地点 就是在什么时候结婚 在哪一天结婚 和在什么地方结婚 结婚的地点 比如我可以说 他们已经选定了 结婚的日子和地点 他们已经选定了 结婚的日子和地点 好,那我们会用选定 这个词 或者只有一个字 定 他们已经选定了 或者他们已经定了 结婚的日子和地点 好,那因为今天 我们要说的这段 名言家句比较短 所以下面呢 我们来说几个 跟结婚有关系的词 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婚礼 这个词 婚礼 比如我可以说 很多家人和朋友 都来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很多家人和朋友 都来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我们会说参加婚礼 参加婚礼 好,那这个结婚 是一个动词 我们刚才说了 好,我们可以说 他们结婚了 他们结婚了 或者我们可以说 他和他的大学同学结婚了 他和他的大学同学结婚了 好,那在说结婚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说 我们还可以说 娶 好,这个娶 一定是男士 娶女士 这个是wife 中文是妻子 他娶妻子 好,那如果是一个女士 我们会用嫁给 这位女士 嫁给了这位男士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例子 他娶了他的大学同学 他娶了他的大学同学 好,所以这个我们用娶 他的女朋友 嫁给了他 他的女朋友 嫁给了他 好,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一定得用嫁给 我们不能用娶 只能用嫁给 他的女朋友 嫁给了他 好,那现在 我们来复习一下生词 婚姻 婚姻 他的婚姻很美满 他的婚姻很美满 结婚 结婚 他们结婚了 他们结婚了 婚礼 婚礼 大家去参加了 他的婚礼 大家去参加了 他的婚礼 娶 娶 娶 他娶了他的女朋友 他娶了他的女朋友 嫁给 嫁给 他嫁给了 他的大学同学 他嫁给了 他的大学同学 好 好,那现在 我们来做一个 生词练习 我们来做一下填空 他们决定 下个月 在这里我们会说什么 他们的 好,什么 定在海边 大家都说 他 好,在这里我们会说什么 了一个非常漂亮温柔的妻子 家人和朋友 祝福他们的 什么美满幸福 好,那我们一句一句地看一下 他们决定 他们决定 下个月 什么 我们会说什么呢 对了 我们会说 结婚 他们决定 下个月 结婚 好 他们的 什么 定在海边 对了 我们会说 我们会说婚礼 他们的婚礼定在海边 大家都说 他 什么 了一个非常 漂亮 温柔的妻子 对了 我们会用 取 好,因为是这个他 he 所以我们会用 取 大家都说 他取了一个非常漂亮温柔的妻子 最后一句 家人和朋友 祝福他们的 什么 美满 幸福 对了 我们会说 婚姻 家人和朋友 祝福他们的 婚姻 美满 幸福 好 那我们 婚姻 我们可以说 美满 美满的婚姻 或者幸福的婚姻 好 那这些题 你都做对了吗 好 那现在 我来读一遍 没有拼音 钱中书的 名言家句 婚姻 是一座围城 城外的人 想进去 城里的人 想出了 好 这句话 是 钱中书的 小说 围城里的 一句话 好 那我们现在 练习一下 发音 好 那在这句话里呢 这个红色的字 我们要说的重一点 是重音 好 那在这个话线的地方 这个字 尤其要 重说 好 那现在 我来读一遍 你来听一下 婚姻 是一座围城 城外的人 想进去 城里的人 想出来 婚姻 是一座围城 婚姻 是一座围城 婚姻 是一座围城 城外的人 想进去 城外的人 想进去 城外的人 想进去 城里的人 想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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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最后 我再来读一遍 婚姻 是一座围城 城外的人 想进去 城里的人 想出来 好 那我们今天 就到这里 希望你喜欢 这段明年佳剧 好 那谢谢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